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里同在 攻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召集了十二门徒 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并赐给他们驱逐邪魔的权利 嘱咐他们在路上除了一根手杖 什么也不要带 不要带食物 不要带旅行带 口袋里也不要带钱 只要穿一双鞋 一件内衣就够了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无论到哪里 进入一家就住在那里 直到离开那个地方为止 如果某地的人不接待你们 也不听从你们 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 要佛去你们脚上的尘土 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 他们就出去宣讲 劝人悔改 并驱逐许多魔鬼 给许多病人富有 治好了他们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如果我们都有每天习惯 默想圣言的习惯 默想圣言的习惯 而我们也常常祈祷 所以有时候你在读到 圣言的某一些教导 或耶稣基督所行的歧视 我不知道 对我来说 听得进去 但很多人听不进去 所以耶稣基督常说 有耳朵的听不到 有耳朵的听不到 所以今天神父要邀请 刚刚神父念的 今天的福音 进入你的耳朵了没 你有没有进入耳朵 还是现在我问你 刚刚福音说什么 你看可能还要在想 是啊 刚刚神父在念什么 马上就已经不知道 今天福音在念什么了 是不是 考考你们自己 使得今天的福音 当我念的时候 就深深地进入我的耳里 深深地默存我的心里 不断地咀嚼 今天的福音 对我的教导 今天的福音 对我说的话 天主的话语 永远都是最真实的 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信仰的人 你相信天主的人 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每一句话都是针对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它可以让你听到了 你会无比的叹息 知道吗 那种叹息 是的 今天这句话就是我要的 我就是期待天主 对我讲的话 所以只有你在这样读经的 你才可能在信仰上能够成长 不然福音对你来说就是一堆文字 令人讨厌的文字 所以今天的福音让我叹息 为什么 因为我听到了一个召唤 对我们的叹息 那是先知的叹唤 我记得我还不是教友 我还没有临洗之前 我开始做一件事情 就是先知常做的事情 就是祈祷 我开始学习先知性的祈祷 所谓先知性的祈祷 就是我完全把自己放在天主的手中 你想想那个我们的先知 那个希泽洛汉 简单的生活 穿着很简单 他要栽戒 所以我就学习这样的祈祷 先知的祈祷 我在栽戒 我在静默 我远离了人群 我祈祷 终于在我学习的第一次祈祷的时候 先知性的祈祷的时候 我就得到了一个令我惊奇的叹息 这个叹息绝对是在圣神内的叹息 那个叹息 当我那一次祈祷 领受天主爱的激荡 爱的激荡 所以那一次的祈祷 我不自觉的 我就开口说了先知话 我说了先知话 其实很简单的 并不是特别不容易明白的 所谓的先知话 就是你心中突然间会浮现出 阿爸父 那一种呼喊 如果哪一天你祈祷 你心中突然间有这么样的一个激动 心中的圣神会喊出 阿爸父 意味着 你已经屈服在天主的面前 这是我第一次领受先知信的祈祷 得到的恩宠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在做的 你们领洗后的第一个 就是先知的一个召唤 你们都有先知之 天主的召唤 先知的召唤 首先就是要让我们世俗的人 慢慢进入到属天主的孩子 所以我们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领洗了那么多年 我们有没有让自己真的一步一步 看到自己属于天主的孩子 而不是还是属于世俗的那一个人 我就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一个人 因为我以前是做生意的 还没有领洗之前是做买卖的 我是做买卖的 我是非常讨厌基督信仰的人 所以就一次一次的生活当中 跟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相遇 就如同今天亚毛斯一样 他本来就不是先知 他也不是先知的弟子 他只是一个牧羊人 他还是一个修剪无花果树的工人 他却在牧羊的时候 被上主召唤了 从此他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先知 而我呢 我以前是一个做买卖的人 我每天出门卖什么 卖动物药 所以我每天去到机场 租场 这些地方去赚 因为我是在卖动物药的 我有一段时间卖动物药 所以如同亚毛斯 我根本就不是基督徒 我根本就不是天主教徒 我家里也不是天主教徒 但是天主却召唤了我 他召唤了我不只是成为一个教友 更让我成为了神职人员 而先知就是我的本分 成为了天主的服侍者 曾经信仰跟我完全没关系 我也曾经拒绝过这个信仰 也批评过这个信仰的伪善 所以我以前很凶的 以前遇到基督徒 我说你们是伪善的人 你们是伪善的 每次看到耶稣基督为人 为他的子民受到那么多的磨难 受到那么多的苦难 我就一直是说 这个人是傻的是疯的 这是我对信仰的出探的了解 然而天主的事情 谁能够说得清楚 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 直到我最后我进入这个信仰 所以我完全地改变 以前讨厌的 现在却是我深爱的 以前说耶稣基督是疯子 是傻子 现在我自己却是那个疯子 那个傻子 我觉得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 他所显得奇迹都是虚构的 我不相信福音里面的话 都是虚构的 一直到我祈祷灵洗之后 我活生生地看着我成为一个奇迹 我自己就成为那个改变生命 被耶稣基督改变 还活生生 今天活在你们面前的那一位 我并不是死了 我还活着 可以见证主耶稣基督 带给我生命的改变 是真的不是虚构的 因为我还活在人间 认识我的人 都知道以前的我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活生生 不是虚构的生命 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要邀请你们想一想自己 你在怀疑这个信仰的时候 问问自己 你到底在主耶稣基督 在这个信仰里面 你不是也是那个真真实实 领受信仰恩典的人吗 只问问自己是不是已经领受到主耶稣基督 满满给我们的爱 满满的宽恕 因为这一个认识能够让我们一步一步地活出先知性的生命 先知性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进入了今天我的加尔默罗 我今天神父是来自加尔默罗修会团体 你们看到的神父在这个堂都是我的弟兄 加尔默罗的弟兄 你知道加尔默罗的灵修里面有一个叫做先知性灵修 记得这个字先知性的灵修 这是我们作为修士 我们一定要拥有先知性的灵修的操练 什么叫做先知性的灵修 也就是说我们非常清楚的一点 我们的救恩 我们的救赎是灵魂的救赎 不是我们肉体的救赎 所以神父为你们祈祷 你们可能找神父 神父为我的身体健康祈祷 为我没有钱祈祷 为我的孩子祈祷 好老婆祈祷 等等这些世俗的祈祷 确实神父会为你们祈祷 但是那一个不是先知性的祈祷 先知性的祈祷是为你们的灵魂祈祷 我说天主求你俯听他们在世俗生活的需要 但是我更求您照顾他们的灵魂 照顾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痛苦的灵魂 肉身虽痛但是灵魂的痛是更难受的 灵魂的迷失那是更加的不如 更加的需要天主的爱 所以不要忘记真正的救赎 是对你们灵魂的救赎 这就是先知性的祈祷 所以神父跟隐秀院的修女 一定会为教会所有的神职人员 为所有的弟兄姐妹 希望天主照顾你们的灵魂 所以属灵的神父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福音说了 我们是绝对相信天主的 绝对相信天主 所以今天福音你们听到了 你看看你们的神父 是不是这样的神父好不好 想想看你们的神父 出门一个手杖 什么也不要带 不要带食物 不要带旅行带 口袋里不要带钱 只要穿一双鞋 一件内衣就够了 你们的神父是这样的神父吗 是这样的神父吗 如果要你这样子 你做得到吗 做得到吗 做不到 其实我发现我们每一次 我们神父聚会的时候 我们聚会就是我们 越退行的时候 只有一天而已 一天而已你就看到神父 大包小包的 意味着什么 弟兄姐妹 我们还是活在世界 很多的担忧 我们很多的担忧 我们根本不相信 今天福音告诉我们 这样就可以吗 这样就可以吗 你就真的可以出去吗 不带钱可以出去吗 你们不可以 但是神父可以 知道吗 我每一次出门 跟教友出门 跟我弟兄出门的时候 我一出门 我发现 对不起 我今天又忘记带钱了 即使我带钱了 我去到哪里吃东西 基本上十次有七次 会遇到教友 神父神父 我帮你付了 不用再付钱了 我说的 这是神父的恩典 因为我完全奉献给天主 天主会保守我们的日用食粮 这是真的 我以为我付出 为天主付出了很多 其实我对天主的付出 是很少的 但是天主给我的 却是非常非常的多 我要说这一点 并不是说你们没有这个恩典 你们也可以有这个恩典 凡是为天主 你会发现你的恩宠满满 你也会像神父一样 你的手 自周围会会出现很多的天使 帮助你 所以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生活中 依靠的天主 今天的福音并不叫你们计算这个东西 拿多少或不拿 他的意思叫过你 不要依靠这一些东西 你才能够生存 你需要没错 但是不能依靠他 你必须依靠的是天主 你有钱 但是你不依靠天主 你所有的钱最后就变得毫无价值 你没有钱 但是你能够依靠天主 你那么一分钱都有他的价值 他的意义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生命不是依靠财物 而是依靠天主 是今天最重要的福音所传递的信息 可惜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世界所蒙骗了 没有钱你就会很惨 人不可以没有钱 所以你一定要一直存钱 一直吵钱 所以我们越过越辛苦 越过就越痛苦 因为我们无法永远满足世界 对我们的要求 其实我们人要的不多 我们很容易就满足的 如果我们不贪恋 我们欲望不要太高 是今天真正福音传给我们的信息 弟兄姐妹 今天我回忆我自己生命的过去 想想我现在 也想想我的未来 我从基督的诞生 在人间的苦难到他死亡 最后复活升天的奥秘 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一生 我的一生真正的 应该是在耶稣基督升天 复活升天那一刻 让我全然领悟 原来我该珍惜的不是我人间的肉身 而是永恒的生命 我的灵魂 所以我常说 天主给我们的是他的灵魂 跟他一样 不是肉身 肉身是会毁灭 肉身会消失 但是灵魂永远不灭不死 所以不要再为自己在世界上的肉身 天天担忧 天天的不断的寻找满足 让我们能够更相信天主 爱天主 让天主来拯救的是我们的灵魂 其实保禄今天告诉我们 基督的生命 我们一定要拥有基督的生命 才能有勇气行走在他的道路 跟真理的生命当中 我们得救的道理不是肉身 而是灵魂获得永恒的幸福 今天其实我最重要的是 让你们想想 你为你的灵魂做了多少事情 为你灵魂有没有准备好 信仰的道路 没有比我世俗生命来得更精彩 我当上神父的时候 我说哎呀我真的是 我以前没有当神父 我要什么有什么 我要去哪里玩就有哪里玩 而我现在当上神父 你要我自己花钱 没有钱 要我去哪里玩 没有钱 没有时间 原来我世俗的自由是我的欲望 得到满足 但是今天我的生命 为主的生命是我灵魂的自由 欲望我不放纵 没有钱我快乐 因为主让我在灵魂自由当中 变得很轻松 很自在 很平安 所以让我们好好地喂养自己的灵魂 你会在你的人生的终点的时候 特别是你 当你到了神父的六十岁的时候 这样要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就发现灵魂是多么的重要 平安是多么的重要 那时候钱一点帮助都没有 愿主的平安跟喜乐常与你们同在